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正好跨过了年 今天是大年初二 首先我想给再来听我们这个讲座的所有的朋友们拜年 祝大家在2021年牛去冲天 牛运亨通 牛言大吉 牛腐永恒 那么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参加首届温哥华未来教育大会 其实我更想今天坐在座里 是作为一个母亲的分享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之前在 我是2004年来到温哥华的 之前我是中国重点中学的英语老师兼班主任 所以是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下自己长大 并且在中国的教育系统里工作多年 之后来了温哥华也很幸运的 有了七年在各个公立学校工作的经验 所以对中家两国的教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同时我也是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的儿子今年已经八年级了 女儿四年级 那么自己从一个结婚生子 到一路陪伴我孩子的成长 其实在北美我觉得受益颇多 所以今天其实是跟在座 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同行 有很多的前辈 也有很多的虎爸虎妈 所以有很多的同行老师们 所以今天其实与其说我来做个讲座 不然不如更多的说是我的一种分享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分享 作为一个对中家两地都有过教育经验的一个老师的分享 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的分享 那么今天我们定的这个题目呢 是如何在北美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 以及我们来聊一聊北美的这个生涯规划 那么首先我们想来聊一下 今天我们会要几个板块 第一个我们想来聊一聊 在我们北美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每次我们当看每一个学校的介绍 不管是我们这边的顶尖私校 还是说北美的一个名大学 著名的学府 我们都会先去了解 这个学校的core value是什么 这个大学的core value是什么 他需要寻找怎么样的学生 那么其实这些学校 他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主题 我觉得他的很多的core value 是可以集体来有很多共性的 而这些共性正好是构成了我们的 这个北美教育的一个核心理念 所以我们会来聊一聊 然后呢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 在中国的家长心中是这样 其实在我们北美的华裔家长是这样 北美的老外的白人家庭的家长也是这样想的 那我们究竟在这个21世纪的今天 到底什么样的孩子可以定义为优秀呢 那么最近这个大温地区永远的热门的两个话题 我们也想来聊一聊 一个是对于这些比较年幼的家庭来说 如何去考一所顶尖的私校 如何去选择一所适合您孩子的学校 那么私校究竟在寻找什么样的孩子 另外呢我们会讲讲 到了中学阶段的孩子 当你真正想去为你的孩子挑索一所 合适他的大学 这个通往这个大学的门 我们如何去做很好的准备呢 所以这大致就是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 当然我希望得到更多家长的这个交流和专家的执政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北美教育的核心理念 古希腊的最著名的思想家 哲学家和教育家 苏格拉底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 So education is not the filling of a pear but the lighting of a fire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说 教育不是灌输 而是点燃一个火焰 我想这句话 就像苏格迪拉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孔子 在这个北美这个哲学地位上 那么他也是一个我们北美教育的一个奠基者 那么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好 很好的来诠释了我们这个北美教育的一个核心 就是说如果我们能把一个孩子的疑问 用他对这个生命 对世界的一个兴趣 来点燃他这种去探索知识的火种 并让他持续的燃烧下去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一个想要做到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我要把小孩培养得非常之优秀 我要让我的小孩有这种 自己有一个火种 然后想把它点燃 并且一直在不断的燃烧的这种理念 我需要什么怎么来做呢 其实这也是我们北美的 不管是小学也好中学也好 甚至于到了大学学府里面 这个一个非常这个通用的一个 一个他们的一个理念和方式 其实这个理论是在2003年 是由美国国家教育协会提出的 他说的我们未来21世纪的一个学习框架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未来的人才 是有这四种能力的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就是每一个孩子 当他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培养的 他是自己去思考的能力 就是当老师抛开一个问题给学生的时候 学生本身自己是会去思考 然而既然他会去想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我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家长问我 你觉得这边中学 为什么说加拿大的这个基础教育非常之好 为什么加拿大的基础教育排名非常高 其实每一个学校都非常强调 来培养学生的这种自主学习 自主思考的能力 那第二个呢 我们在这边的中学里经常会看到 很多的group project 在大学里更是很常 很普遍的常见 就是说他是打破了 我们既往的一个人学自己的知识 一个人掌握自己的知识 而是说我需要去跟一个团队 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在我们大温地区所有的顶尖私校的考试中 就会有一场考试 对于高年级的同学 叫做group assessment 小组共同完成了一个测评 那么这个测评 即使在今年covid-19的情况下 各大私校 很多私校还是保留了这个考试项目 让学生来一起来做一些project 来测评这个孩子 是不是能够跟别人进行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你会不会和别人去共同去完成一个任务 你会不会在一个小组中去考虑到别人的立场 会去聆听别人的声音 你能不能在一个小组中有自己的contribution 而且这边的高中 加拿大的高中是讲究 一个group project 不管everybody contribute多少 最后他们的得分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的是一个非常是加强了这个团队的一个凝聚力的要求 那同时呢 我们想的第三点 也是这样 是团队的共创性 就我刚才说的 不管我们四个人多少 你做了多少 我做的是什么样的板块 我负责的一个部分 我们需要collaboration and building 我们是一个团队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it happen 所以在北美的学校里 是非常强调这种团队共创的精神的 通过有效的沟通 so the last one 如果一个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辩证思考的能力 我们刚说的第一种理论 第一种能力 那么能够解决问题 最后它是会有创造力的 所以我们说的第四个是creative and innovation 就我们需要学生有这种创造力和创新的能力 所以在我们整个北美的这个基础教育 我们知道其实加拿大的基础教育在全世界排名都非常靠前 其实每一个学校在他的教育中都有效的利用了这个4C理论 那么我们仅仅说要来聊北美的教育的核心理念 那么北美教育的核心理念究竟是什么 那么其实这里的一个七个 我们说是一个我们称之为七大秘密武器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正向心理学提出的一个心理指标 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美国心理学家Daniel Goldman提出的这个七项指标 就很好的诠释了我们北美教育的一个核心理念 那么这个七大秘密武器其中 其实我今天最想聊的是第一点叫Great 坚毅的精神 那么这也是当前这个美国最时北美地区最时髦的一个教育理念 我们知道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要奔腾 华裔的家长说很多家长一碰到我就说我想让我的孩子考藤校 这个王老师Eileen你说有没有可能啊 其实我们都清楚藤校的起源于是一个体育的联盟 而体育的精神就是坚毅的精神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专家学者在写很多的学术报告的时候 他就会说我们学校会寻找具有坚毅精神的孩子 那么这个坚毅的精神其实他不仅仅是毅力 也不仅仅是勤勉 也不仅仅是坚强 我觉得这个坚毅Great这个单词的含义会更为的深刻 它是指对孩子的设定的某一种长期目标的持续激情和持久的耐力 就是你要对这样东西很爱很爱 不是说我今天爱我要一直一直很爱 而且为了这种很爱我愿意去付出很多 而且这种就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不忘初衷 不忘我最初开始的原因 而且我会满怀热情的去投入 坚持努力不会停止 即使我遇到的困难 我还会去克服然后再继续 所以它包含了一种自我的激励 自我的约束 自我的调整 等各种各样的性格特征 如果你培养你的孩子 当你看到你的孩子 可以很持久的 很独立的去做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说的Great 向着长期的目标 坚持自己的激情 即使我经历了失败 我依然能够继续一步 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这样的品格就叫做坚毅 其实我们知道 Ted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演讲 在2013年Angela Douglas 她当时其实就阐述了 这个坚毅的一个概念 至此其实北美现在非常流行 这个去培养孩子这样的一个性格 那么同时有这种 这个坚毅作为主体的一种 思想导向之后 我们就提出了 Vest Self-control Optism Gratitude Social Intelligence Mecuricity 就是这一些所有的这个七项 都会让孩子去培养 他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品质 所以我们经常 这个很多家长 其实我觉得 我不觉得是中国和北美的家长 因为我自己的切身体验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家长也好 华裔家长也好 还是我们当地的这个白人家庭的家长也好 我们都是有一定的焦虑度的 不是我们仅仅是我们华裔家长 因为我也接触到很多白人的家长 白人家长他们也会有这些焦虑 其实我觉得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焦虑的核心点到底在哪里 在培养小孩的这些品质的时候 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理论 让我们走歪了 走偏了 让我们的所有的家长 中国的 北美的 华裔的 非华裔的 都在焦虑 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个核心的一个 假设的 那这个假设就是说 未来的竞争 是以智商为代表的认知技能的竞争 还是以情商为主的性格教育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是这个误区 让家长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焦虑 其实中国家长老是说 这个望子成龙 美国家长也希望 他的北加拿大的家长 都希望他的孩子获得成功 但是这样的成功 在今天的社会 已经绝对不是 以智商为代表的认知技能 然后呢 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家长 是相信这个理论的 所以他就害怕了 他害怕他的孩子 输在了起跑线上 然后呢 他就很早地开始练习 去教孩子上很多的数学题 三岁的孩子学数学 小学时候就开始接触数学竞赛 他认为给孩子 增加很多的学习知识 增加很多技能 获得很多学历 拿到很多获奖证书 都是在给孩子的这条 跑道上增加成功的砝码 殊不知 他忽略了一点 一点我总永远相信的一点 以智商永远是教育孩子的核心 把孩子培养成为这个七大的秘密武器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教育是后天可以培养的 但是我们却要在小孩的性格的形成的过程中 不仅仅是给他灌输知识 而是要帮助他去培养 以Great为首的这个七项重要的性格 具体的来说 可能我们去培养一个孩子 三加二等于五 我觉得这个答案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第一次孩子告诉我们 三加二等于四的时候 他愿不愿意去重新尝试 直到找到正确的答案为止 我们不是要求孩子跑得飞快 我们要在孩子某一次的摔打之后 继续跑 哪怕我知道这场赛跑中 我拿到的是最后一名 所以这一个就是说需要 我觉得是北美教育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核心 也是我们很多很多家长 需要去仔细思考 仔细去想 我在每一天教育我的孩子过程中 怎么样来培养他们的这些品质 我如何去做出一些表率和示范 让他成为一个未来 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 那么我们这个说了 为什么当今的社会 其实我们家长都会意识到 很多的教育家都会 教育这个工作者都会意识到 很多的大学都需要寻找 具有坚毅性格的孩子呢 而是因为我觉得今天 我们的孩子面对挫折的机会 比以前少了 随着社会发展的进步 我们的条件越来越好了 小孩从小就是在很多 优秀的环境中长大 他不知道吃苦是什么 而且我们家长也想 我现在是有这个经济能力了 我现在是有这个条件的 我应该提供给他最好的环境 我应该给他一个很好的保护 我应该让他健康的成长 当然我并不意味着 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孩子 他是不刻苦学习的 他是这个不能够去努力的 去获得知识的 往往这样的孩子 他就是在这些家庭里的孩子 因为家长是重视教育的 他同时也非常刻苦 也能够承受一定的压力 但是他们就是因为 他们走得太顺利了 他们获得成功 能够不用接受很多的挫折 只要他们按部就班 认真学习 上小学 中学 按照爸爸妈妈 给他安排的好的学校 见到的都是好的老师 他只要做一个好的学生 接受这些知识 那他就能够从顺利的 从大学中毕业 所以呢 他当他有一天踏上社会 当他有一天 突然面临一个困境的时候 他们就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去培养自己这种克服挫折的 关键性的能力 因为他顺风顺水 对吧 我们现在家里条件都好 所以家长会拿到各种各样的 好的教育资源 去培养你的孩子 所以说我们说 既然我们这个小孩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不能像 说我们把他扔到乡下去 对吧 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不给他吃 不给他喝 即使我们有这个经济能力 我们也让他穿的每天破破的 让他每天三餐吃的不饱 这个是我们今天家长 不可能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如何去培养小孩的 这个能够成功的这些核心秘密呢 怎么能够去培养你的孩子 具有这种坚毅的性格呢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 我们可能是一起可以去努力的 第一个就是家长可以尝试着 把挑战放在孩子的面前 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 可能会是让孩子去坚持比较难的 比如说弹钢琴 比如说练芭蕾 但是做的怎么样 他最后是不是能够成为朗朗 他最后是不是能够成为著名的舞蹈家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我们关心的核心 我们的关心的核心是 从他今天跳 这个弹到手 两手放到那个黑白的键盘上 我们在乎的是 当他穿上这双舞鞋 他能够有多努力 我们知道成功往往不是一路顺分的发生的 成功往往是在人们面临一些边境极点 障碍的时候 有一些突破性才会发生这个成功 所以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 让小孩去体验这种障碍 我觉得是小孩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所以我们可以给家长们可以给孩子去找一个 比较难做的 需要他去坚持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有严格的纪律和规则 比如说你弹琴 你每天就是需要练习的 对吧 比如说你跳舞 你每周需要去舞蹈房三次 你在家里每天是要压腿的 只要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可能会焦虑 可能会气馁 但是当他真正的跨越这些障碍的时候 他就会爱上这件事情 因为他成功了 因为他有自信了 然后并且发自内心的 有了这种坚持下去的动力和自信 第二个我想家长在培养自己孩子 坚毅性格的道路上可以做的就是 不要在孩子感觉糟糕的时候立刻结束 很多家长会认为 很多小孩是有天赋的 这个孩子弹钢琴有天赋 那个孩子打篮球有天赋 这可能会养成小孩轻易放弃的习惯 他会说 爸爸这个事情我不擅长 I tried already It's not my piece I don't want to continue 其实天才也要通过不懈的努力 来磨练自己 所以当孩子发生很糟糕的情况的时候 一定不要让他立刻停止 我发现有很多家长来我这里说 哎呀我孩子这么多年了 我尝试过很多的东西 我每次都发现他到最后是一事无成的 他这个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其实我们都踹过了 其实我就告诉家长 可能在既往的这么多尝试过程中 当你的孩子每次遇到失败 每次遇到我不行 我没有别人好的时候 他说我不做了 我不干了 那么有时候家长就会让学生 听之认知说 哎你就不干吧 你就因为我小孩我不舍得 这个太苦了 我小孩你看影响他情绪了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我就停止了 其实这样是不应该的 像我们培养我们的小姑娘的时候 我们就跟小姑娘说好 for example他说有一天他跟我们说 妈妈我要谈大提醒 我说ok你可以try 但是你要commit two years 其实那时候他还很小 他也不懂 他说ok no problem I like cello 所以当时我们就给他找了老师 那后来到半年的时候 他就跟我提出来说 妈妈no I don't like cello anymore 然后我们就商量 做一个家庭的决定 我们说ok 因为当时我们让他commit两年 他是答应我们的 所以这件事情不管他愿不愿意 我们必须让他坚持到底 不能让他在感觉最frustrated 最disappointed的时候去停止 所以我就让我的女儿坚持了两年chello 虽然最后他还是说no 那么我就会respect他最后的decision 但是他完成了他的这个对我的承诺 他把chello完成了两年 所以我觉得当小孩出现不适合障碍的时候 如果家长最初有设定一些目标 我觉得你就不要停止 至少要达到一个短期的目标 这样的话不容易让小孩每一次都知难而退 第三个事实必要的推动 没有个孩子是天生的这个 很自觉的 很努力的就天天会做到那只情顿上去 我们称之为自动就给自己上了发条的 这样的孩子是非常少的 所以当你给小孩制定一个规定 说每天要做多少个习题 每天要花半小时来做reading的时候 我觉得家长要做的也是一个监督的工作 这个监督的工作还是不能少的 我们需要去推动这个孩子 需要去给他设立一定的规矩 那么当他了解到这个成功的许悦之后 他就会坚定自己的信念 他就会抱怨慢慢慢慢减少 而乐趣反而就增加了 我看到很多的孩子在成年之后 他跟我这样讲 他说王老师我这个钢琴啊 我其实挺后悔的 我听到现在我听到别的我的同龄人 能在一个party上弹一首很漂亮的曲子 我都怪我爸妈呀 我那时候小时候又不懂 对吧 你完全是应该让我坚持的 可是你并没有让我坚持 你就是让我放弃的 当时如果你管我一点多好呀 反倒我听到有一些小孩 钢琴弹得非常漂亮 成年之后还能去和小孩子一起双重奏的时候 他说感谢父母 感谢父母当时恐吓我了 如果今天你不练琴 我就把你扔到家窗户外面的河里去 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教育 其实就说明叫这样一个道理 没有一个孩子是自动上了发条的 我们事实还需要去推进这个孩子 第四点我们要拥抱无聊和沮丧 我们知道每天练琴 每天去这个做练体操 每天去做同一个翻转 同一个翻跟斗的动作 他是会无聊的 当他这个或者他发现前面 很困难很快来 他也会沮丧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们会告诉孩子 你很棒 虽然说我们现在遇到了困难 这只是暂时的 你暂时的没有攻克这个难关 并不是说你不够优秀 也不是说你笨 你只要坚持一下 我们就过了 所以这时候家长需要做的是一个 打给小孩打的一个强倾计 给他一个拥抱 告诉他我会陪着你 我会看着你去超越自我 如果继而再能提出他解决的一些方案 因为小时候 小朋友毕竟很小 小朋友毕竟青春期 哪怕是青春期的孩子 他的认知 他的对事物的看法也是有限的 他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的能力 也是在不断的成长中 那这时候如果家长能够 给他一些合理的建议 让他去陪伴他去度过这样的难关 小孩就会突然发现 家长说的很对 妈妈我战胜了自我 我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突破了自我 第五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作为家长 我们都不是玩人 有很多家长跟我complain 我的小孩怎么怎么样 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学生呢 他哈哈一笑 他说不瞒你说老师 我小时候跟我儿子差不多 我经常就是那个这个上课 不知道一下就走神的这个学生 我甚至还在课桌里看小说书 所以有些时候家长可以把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失败和沮丧 分享给你的孩子 告诉孩子当时自己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是怎么样去克服这些问题的 我经常会跟儿子分享和女儿分享 妈妈在小时候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经历 在这个经历中我成长了什么 我做错了什么 我认识到我今后怎样做 才能够不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我觉得小孩特别开心 听到我讲我不好的地方 因为他们觉得妈妈很高大 突然间听起来 妈妈那时候这个突然间某一个学的不好 是因为妈妈那时候那一阶段没努力 妈妈那时候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我分享给他 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孩子很多正面的一个引导的一个方式 那么刚刚就是讲了一个北美教育的核心 所以我们就聊这个聊到了 我们知道这些北美的这个顶尖的一些学校 包括中学也好 这个大学也好 他都有自己的call value这个核心理念 那么很多家长也是想 知道这个我们整个温哥华地区 现在给孩子选一所好的学校 好的小学 好的中学 或者好的私立学校 已经成为了一个家长 家长很焦虑的一个问题了 那么我们他们就说 到底你告诉我这个学校里在找什么样的孩子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这个在这些核心理念的驱重之下 北美的这些顶尖的学校 北美的这些能培养优秀人才的学校 他到底在找一些什么样的孩子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就大温地区而立 所以每年我每天我都碰到很多家长的这个电话 或者这个来访 来向我请教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温地区有很多优秀的学校 他的选择学生的标准都是类似的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学习兴趣以及习惯 当你的孩子不管是小龄的 我们说的通常是从这个JK到一年级的这些小朋友的申请 还是从这个小学的高年级阶段去申请中学 在所有的学校里都要 学校里都会考察学习的兴趣和习惯 这个小朋友能不能静下心来读书 对吧 这个小朋友有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 有些家长跟我说 哎呦这么小的孩子 怎么考察的初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学校是真的有一些考察的办法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学校的这个观察日 他把小朋友把这些小小朋友三岁四岁的都叫到一个班级里 然后说哎 今天我们来这个讲故事啊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然后小朋友席地要坐了 这时候你会发现后边两边还有打分的老师 那这时候老师就会观察了 当这个主讲老师这个在讲讲故事的时候 下面小朋友的表情 对吧 小朋友们能不能够认真听啊 能不能够去哎 对老之后老师提的问题能不能去回答啊 当别的小朋友发言的时候 他能不能够认真的聆听 而不去打断别人 其实他其实我自己是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所有的场合中他都会看 那到我们中学的考试了中学的这个私校申请考试了 他一个group setting里面 他上来就会在桌上放纸放笔啊 然后有一个主要引导的老师 后面还有观察打分的老师 哎他就会看你们在讨论的时候 你这个孩子有没有很渊博的知识 你懂不懂如何在这个白纸上写下你这个group discussion的notes 你怎么你知不知道如何在一个团队中合作 所以私校第一个考察的就是学习的一个兴趣 以及一个学习的习惯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学校的理念的切合度 就是我一直想这个我们学生去考这些学校 这个跟我们成年人之间的这个相亲的故事是一样的 对吧我们去谈恋爱 我们一定要知道 男生知道女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的核心的这个人生观是什么样的 价值观和我是不是合同一样 那女生也会想 这个男孩子他看待事物的观点是什么 他的三观是不是和我相同 其实这个也是学生和学校和申请家庭之间的一个切合度 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任何一个家长 当你要申请任何一所学校的时候 先去看学校的core value 先去看学校的核心理念 看看学校是要培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那么培养的这个孩子和我们家庭 和我自己教育孩子的理念是不是一致的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 就像我们在申请中很多的文书也好 很多的这个让你这个面试时候问你家长的问题也好 其实家长学校都在看 你是什么样的教育理念 你是不是和我学校是合拍的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 对吧我们这个学生正在申请私教 一定不仅仅是学生有一个很好的学术知识 学生学了多少数学了 学生学了多少英语上这个有多少的这个能力 他更看重的是一个学生是否有很广泛的兴趣爱好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玩一些课外活动 而且这些课外活动能不能体现你小孩的一些品格品质的特点 私校并不是说顶尖的学校并不是说在选找这些top one 我们知道游泳BC省冠军只有一个 基建这个全美前20名也就是20个 轮到万库也可能只有一个 所以这个课外活动我们说的是深度 就是说你几岁开始学游泳的 你坚持了多少年 你在游泳中你培养了你的孩子什么样的品格 你孩子目前是不是有继续的在喜欢这样东西 你这个火焰有没有越消越旺 所以这一个家长也要去考虑的 同时在这个活动的考察的同时 你们是需要看一看学校的网站 这个学校是以哪些课外活动为出名的 哪些是它的特色的一些活动 那针对这些对小孩的这个课外活动的深度进行一个培养 还有当然我们说的当你去挑选一所学校的时候 那学校也会挑选你 你的学术能力一定是这个有一定的保证的 其实私校在选拔孩子的时候 他们经常会选拔喜欢读书的孩子 有creative thinking的孩子 能够自我去探索知识的孩子 那么学校的report card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学校的每一个成绩单 上面的每一个评语都会让私校对你的孩子 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先明了个人特色对吧 我们大文地区最有名的男校St. George 他就说的每一次都培养一个不同的孩子 每个男孩都是不同的对吧 one man at a time 就是说他们要培养的是每个孩子的特点 所以他们在这个考察这些小朋友的时候 他们也会看你这个申请的小朋友 有没有自己身上独特的一些特质 来吸引到我们学校的 最后就是我们说的真实度 就是我们希望所有有想法去给小孩申请这些顶尖私校的家长 都需要以真实的状态去这个展现给这个招生官 而不是说我藏一点 我噎一点 因为他从很多方面的考察中一定可以全面了解你的孩子 就像有一次我有一个家长 对吧 他的小孩一贯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那就是因为有一学期这个小孩进入了这个我们主要说是青春期的前期 在学校里出现了一些不稳定 我说你还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就把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 你家长方现你这个小孩的这个情绪不稳定 或者影响到学业的时候 你们全家是怎么去帮助他的 你们全家是怎么样去帮他克服这些困难的 那这个女生在今年的私校申请中 面试招生官就说 因为你的真诚 我要了你 所以这是我们今年非常有一个 就是成功的故事 那么目前我觉得在大温地区啊 最最焦虑的家长是这些小小孩的妈妈们 因为其实我一直跟家长说的 不是你的孩子不够优秀 而是说我们的位置太少 那么私校说小林私校 就是我指的是这些三岁到五岁 甚至两岁到五岁的申请 他究竟是考察哪些方面呢 他其实考察的是一个 家庭的语言能力的准备 就是爸爸妈妈不会讲英文 在今天的私校考试中 您一定也会给小孩减分 所以我们觉得学习不仅仅是孩子的事情 而且是你的这个 也是父母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在你要求孩子提高的同时 你也应该去想 我怎么样不断地提高自己 第二个就是小孩的课堂表现 让小孩习惯于课堂的这种模式 在现在的COVID-19 这个情况下很多家长很担心 所以他选择了从去年 这个年初到现在 都把孩子留在了家里 没有去到课堂 那么当他再提出要求说 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 去考这些顶尖学校的时候 我就会问他 你觉得一个小孩在幼儿园里 已经带了一年多 和你的孩子待在家里 一年多有区别吗 我还是相信 正常的学校的教学环境 会让你的孩子 有更好的readiness for school 下来的一点也很重要 每一个学校都像找 能够follow routine follow direction的孩子 一个孩子再优秀 如果当老师叫他做一 他不做 叫他往东 他往西 这样的孩子是一定不会被录取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课外活动的初体验 所有的学校并不要求是说 要找一个 能够这个在小学三四五 小孩子三四五 所以就明显地表现出 某一方面有很大的特长 他是希望孩子能够参加 有尝试踢个足球啊 画个画呀 唱个歌啊 这是有一些初体验 而不是说你把自己的孩子 留在家里 不去做一些课外的活动 或者给他去上很多学术类的课 那么剩下一个就是 家庭的核心价值 其实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这个家庭核心价值观是需要和这些学校的理念相一致的 还有就是小孩的情商了 他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到考场会不会哇哇大哭呀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能不能想办法解决 而不是说沮丧啊 然后发脾气啊 所以这也是家长在平时培养中需要注意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基本的社交能力 能不能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啊 一起这个一起完成一个任务啊 一起搭题目啊 这些能不能跟老师进行正常的交流啊 能不能用很完整的句子去回答老师的问题 并对老师的问题进行一些延伸性的回答呀 这都是私校考核的一些重点 啊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问题 我们其实讲的就很泛泛了 啊那么我们现在往前一步啊 我们来看一看 读了小学进入中学之后啊 很多家长的问题 我知道今天的家 今天来听讲座的家长 这个年龄跨度应该是挺大的 很多的孩子 有些小朋友很小 有些小朋友到中学了 所以我们只能大体的来介绍一下 那北美名校选拔的标准是什么 啊那么北美的名校 一般来讲 我们会做六个板块的准备 在中学之内开始 第一个啊 你当你给你小孩选一所中学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的是 这个高中课程及课程的讲度 啊我们现在市面上比较 这个教育界比较多的啊 学生选择的课程啊 对于一些公立学校来说 这是我们的BC curriculum 我们加拿大BC省的教育学校 那么对于我们很多 这个私立学校 这个independent school的学生来说 他大致分为两个课程 一个就是美国的AP课程 大学预修学分课程 那还有一个就是IB课程 啊那么还有就是说 在你修的这么一种课程中 你选的是什么课 其实对于你未来的这个竞争力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如果一个要考理工课的孩子 考这个科学类的孩子 那他选的课程的强度 肯定是偏理工科方面的 他的AP如果都拿了是比较 理科方面的AP 比好过去拿文科的AP 所以这一个家长在选择的时候 也是特别要注意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是一个硬指标 所有的北美的名校 大学本科 他都会非常注重你学生 在中学期间的GPA 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学的 进入中学之后 九年级到十二年级的成绩 是美国考察的 那么对于我们加拿大来说 很多学生说 没关系 十二年级其实不是 真正能够给招生官 留下印象的成绩 其实从十年级开始计算 有一些大学在 我今天不能说仔细 但是真的是很有很多流程上 我们是会关注到 他的十年级成绩的 同样如果一份成绩单 我的这个十年级成绩 都是八十来分 十一十二我都是九十几 那我边上一个学生 从十年级开始的成绩 就都是九十几 那么招生官在选择的时候 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 那么一定是这个九十几的孩子 会占有优势 一贯一如既往的一个高分 所以GPA是一个标准的一个要求 下面就是有很多标划考试 其实家长也知道 今年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和整个这个美美这个教育的一个 一个往前推动的过程中 标划考试已经没有以往那么重要了 但是也没有说 我彻底就不要了 很多家长说 我还要准备SAT吗 当然要 当然要 他目前没有并没有宣布说 所有的大学都不看SAT 但是我们确实感到了一股力量 就是说在未来在大学本科的选择人才上 标划考试所赚的考察比例会越来越少 这个学生的基本的一个成绩水平 学校的学术水平 加上他的课外活动能力 加上他的整个性格特质 才是真正能让这个学校来决定 要不要你的一个核心 那当然我们在整个过程中 还是要去准备推荐信 如果我们申请的是美国一些比较顶尖的学校 需要有学校的能够12年级的 或者Counselor或者Universal Advisor 给到你很客观的一些评价 所以要求你进这个学校开始 你就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而不是说老师讲的 这学生成绩还可以其他都一般 所以我不能给他写一个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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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全面发展的一个推荐信 所以还有呢就是文书 就是到申请的时候 你的文书怎么来购转 但是文书是基于你所做过的所有活动 你参加过的你的所有经历 才能写出来的 而不是说单纯的这个随便写一写 就能够体现这个学生的这个 真正的精神的面貌和品质特点 其实像我们在有我们的这个美国团队 他们在申请的时候 他们就说的很清楚 我们看一个学生的一个文书 我们一定是要像讲故事一样 让招生官对这个学生非常的感兴趣 对这个专业能够体现出他的一个 一个理解和深度 那这样的文书才会被我们称之为一篇好的文书 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有特长及课外活动 如果您的孩子在中学期间有一些体育类的特长 参加过很多的竞赛 拿过很多的奖 那这个当然是美国名校的会在美国名校的选拔中脱颖而出 那么在很多家长都关心说在北美 我如果对我的孩子进行这个生涯规划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 我们接触的家长有还在怀孕的 有这个已经到了11年级迫在眉睫的 其实大方向就是我刚才今天讲话的一个主题 何为优秀的孩子 这个到我们到最后还会来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 现在我播放的这个PPT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些事情 就是对于一个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 对于一个8到11年级的学生来说 你是要在这个三方面进行一个升学的准备的 那第一个就是校内规划 就是说学术方面在学校提供的平台上你能做什么 对吧 那当然第一个维本的是成绩 要成绩要有一定的水准 就像我们现在水涨长高了 我们说录一个UBC的商学院 或者其他的比较popular的专业 平均分要达到95分 这个对于我们很多来的比较晚 英语不是母语英语是第二语言的学生 真的是很challenge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的英语很难拿到95分 第二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对我们很多华裔的家庭的小孩来说 文学素养的培养非常之重要 因为我们很多家庭在家里是讲中文的 我们也推这个推荐家长要保留中国的文化 要让小孩子学中文 但是到了高年级以后 他的文学素养的培养非常之重要 他的这个阅读能力 他的写作水平 他对世界民族的理解能力 这些都会是他文学素养培养的方面 所以我觉得养成一个爱好读书的习惯 不管是在哪一个年龄段的小孩学习中 都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方面 那么对于一些来了加拿大比较晚的小朋友来说 学生来说 那当然EIR怎么出EIR 也是你校内规划的一个重点 那优秀深的争取 每个学校都有些principle list 在这个过程中看看 怎么样让自己的小孩能够 拿到校内的优异成绩的表彰 那当然如果是有申请美国需要的 美国的大部分的下校 对15周岁的学生就开放了 所以要关注每年暑假的安排 因为你到高年级之后 你会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SAT 比如说AP 比如说是一些预修的课程 让你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下校 所以呢一般来说 下校我们还是在第一年级早一些就开始考虑 而且要挑选那些高质量的pre-college 或者美国顶尖私校的一些著名的下校 而不是说一些商业机构做的一些下校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校内社团的规划 在学校里面也要做一些leadership的一些表现 自己自创一个社团啊 做一些有意义的公益活动啊 在学校里 这个都是为你未来的这个申请添砖加往的 那么下来就是个人能力的一个挖掘了 包括学术类的竞赛 我知道很多家长也知道 我们考computer science 数学竞赛和计算机竞赛是一个标配 那么个人特长提升 未来专业培训多项能力培养 这个都是在个人挖掘板块的 那社会实践我已经说了 培养小孩的一个能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考虑让小孩去看看世界 去看看贫穷的人 去看看有需要帮助的一些project 让他去体会一下人间的疾苦 那么也可以同时要帮助孩子 找一个当地的local的community的work 要能够要小孩从一个活动中 从参加到参与一些设计 到自己去lead的一个group 到自己去write a proposal 到最后自己去自创一个活动 或者去自己做一台自己的活动 我说这个就是义工能力 领袖能力的一个培养 那同时也可以看看 怎么样受到一些义工奖项的一些筹备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爱丁堡全球公爵奖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全球的认证的青少年的奖章 临近毕业之后家长们就很忙了 对吧 到今年的这个每年申请季之前的暑假 就应该开始整理自己的所有材料 确定你所有要申请的专业 同时尽可能的最后把你的学术成绩进行全面的提高 那么还有就是去争取一些 开始提前争取一些你的社区活动的这个领导人的一些推荐 你的学校在校对你最熟悉的老师的推荐 越早沟通 这个越好 那么申请的时候 当然这一些要制定文案 然后面试要做专业的培训 我们还提醒学生 其实很多大学都有很多的奖学金 今年在多伦多的早路中 我们的学生基本上都拿到了两万加币的奖学金 所以呢也要考虑一下 我的分数是不是够得到这条线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不给爸爸妈妈一个惊喜呢 对吧 给家长一个这么多年付出的一个回报 那么最后即使拿到offer之后 我们再三提醒所有的学生及家长 你的offer都是conditional的 大部分的offer都是有条件的录取 也就是说你在年初 或者去年圣诞节已经拿到的offer 是需要最后审核是在六月份 当你的学校结束的时候 当你的学习成绩和你十二月份 保持相对一致的时候 学校才说final offer 说最后你满足我要求了 来吧 我们曾经有很多学生拿到 很早拿到这个多大的offer 以为天下大吉了 然后就开始玩耍 最后成绩一落千丈 下了二三十分 最后被大学锯掉 然后哭着脸来找我们 说老师我怎么办 没有办法来年重新申请 然后再努力一年 重新把十二年级重新修一遍 这样的悲剧 我们是不希望看到发生的 那么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 一个是临近这个申请才去规划 或者是申请和规划完全分离 找到问题再去解决 对教育信息缺乏正确的认知 我们这个大湾地区很多家长 就是还是非常想了解很多资讯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听到的 他们家长跟我阐述的资讯 我觉得是五花八门 呼其不由 那么有一些家长得到的资讯 是OK的 有一些家长说的完全是不正确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希望家长能够注意这些问题 OK 那最后今天讲了这么多 其实我觉得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尽量把一些家长关心的话题 揉到一起 那最后我想讲一讲 我自己心目中认为的 当然不是标准答案 但是确实我们贝塔教育这么多年来 我作为一个中国的教育工作者 到了北美 作为一个北美的教育工作者 我自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也是贝塔教育培养 未来青少年的一个 一个我们的一个核心宗旨 那在北美什么样的孩子 是优秀的孩子 在我的心目中 优秀的孩子 独立自信 拥有辩证思维 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拥有自我的幸福感 先爱自己 然后爱了自己之后 一定要知道回馈社会 最后我们既然选择了北美 既然我们从飘洋过海来到北美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成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地球公民 让更多的华人登上世界的舞台 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和贝塔教育一项的教育宗旨 感谢各位的聆听 下面我们把话筒还给我们的主持人 小马老师 谢谢 好 非常感谢 林的思维演讲 因为她的演员 在你心里 是不是有了真正的定义呢 那有没有 在孩子的过程中 我们有没有 很多人来到 生生发生了最大的选择 无论你曾有怎样的成长 在这里 有一个全新的定义 那就是陪读父母 那作为陪读父母的你 和孩子之间是相看两不厌 还是势不两立 怎么样才能够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那刚才呢 王佳瑶跟我们大家讲了 怎样做一个优秀的孩子 那现在呢 我们就有请这位嘉宾 跟我们谈一谈 怎样才能做一个优秀的父母 那今天我们的大会呢 就请到了曾经获得 伊丽莎白二世钻石洗年奖 和加拿大150周年社区领袖奖的 金佩玲 Marie Cam Marie呢 拥有临床心理学的硕士学位 曾经担任BC省 非盈利组织的家庭和青少年 服务计划总监 是BC省临床顾问协会的 注册临床顾问 目前呢 专注于临床的辅导工作 她为各行各业的人士 移民 难民和国际学生 提供心理辅导 并且呢 还在心理健康与成瘾杂志上 发表了认知行为治疗 是否适合温哥华的华人的 专业文章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Marie为我们做 在北美如何成为 更好的陪读父母 学生心理成长中 家长的角色 与使命的主题报告 有请Marie 谢谢 小马 各位你们好 春节好 真的很幸运 今天还是在我们的 过我们的农历过年 所以呢 也是一个 我觉得今天 也是一个很好的日子 那今天呢 基本上呢 我都是像刚刚 小马老师说的 都是去谈到我们的 现在我们的 华裔的父母 有很多小孩呢 都跑到我们 这个北美来 那到底怎么样 可以帮助他们 那我们家长的角色 又是什么 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成功呢 所以呢 我们今天特别讲的 其实刚刚Aileen 也讲了很多 有关于怎么样 培养孩子 能够可以 进入一些 比较好的私校 或是怎么样准备 大学的一些申请 那今天 我的整个 讲题呢 基本上就是 配合了Aileen的 刚刚讲的东西 但是呢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从一个心理的角度 让父母去看看 那我怎么样去培养 我的孩子 能够做到这些 因为要做到 刚刚Aileen 讲的那些的话 基本上你说容易吗 其实也不太容易 那我们父母 也有我们的 这个使命 这个角色 来培养我们的孩子 来帮助他 能够达到 这个成功的一个地步 那我们在讲 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先看一看 这个 这个我们中西文化 在这边 跟我们在国内的 有什么不一样 我相信很多父母 其实来到 把孩子带到这边来 来看 北美的文化 还有来看看 中国我们的文化 其实已经看到 有很多不一样的 东西存在 我想我很快的 去谈一谈 因为我相信 我们大家都已经有 蛮多的一个经验 像比如说 我们北美的文化 基本上都是讲平等的 其实你看到北美 他们孩子 去生父他们的父母 很多长大了一些些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说 妈妈爸爸这样子的 他们就直接叫名字的 那我们中国人看起来 就是好像不太尊重 自己的父母 我怎么把叫父母的名字呢 那但是呢 在北美文化上面 其实这个父母 也觉得OK的 那所以我们中国文化 其实有这些呢 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孩子来到 这个北美 如果来久了 慢慢认识一些 外国的朋友了 北美在这里出生的 一些青少年呢 那他们可能就会 学到原来可以这样的 那父母就会觉得 啊你这个孩子 这么样的不尊敬 我们的你的长辈 那但是其实他们孩子 没有这么样一个 一个一个想法的 那另外呢 我们说 北美的文化是比较 个人主义的 一向呢 都是希望孩子 能够独立的 那但是我们中国文化 其实我们很重视 是我们整个家庭的观念 呢我们大家庭呢 这个模式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 就有一点点忽略了 这个孩子独立的这方面 那我不曉得你们 你们 有没有听过 这边的北美很多父母呢 他们都会 都会说 你知道吗 我要搬 搬家呢 把大的 这个房子 换小一点 因为呢 我的孩子呢 明年呢 要到 college去了 那意思是说 他们觉得 当孩子到了 college去以后呢 他们就应该自己搬出去了 18岁的孩子 就得自己搬出去的 但是如果对我们 中国人来讲 你不要搬出去 你留在家里 就更好 我们来照顾你 那所以这个独立性呢 有时候 如果我们来跟 北美的文化 来看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 好像又有一点点差别 那另外呢 我们讲到 公平的竞争 这个 这个北美 其实有一点 很 有一点 算是 正面的东西 就是 他们做事情 蛮 蛮 蛮 直接的 蛮 蛮 这个 我们就是 摆出来呢 就是我们公平的竞争的 但是我们有时候 中国人就比较 谈虚一点 比较会 客气一点 就会 讲话呢 有一点点 好像 绕了一圈 才讲到 有时候是绕了一圈 还没有讲到 应该要讲的东西 那所以呢 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孩子在学校 可能就出亏了 那另外呢 北美他们也习惯用正面的赞赏的方式 但是我们中国人呢 很多时候我们用的方式就是负面的鼓励 那什么叫负面的鼓励呢 如果你们想一想 可能你小时候都是那样的 你的父母也是这样跟你说 就是你看看 住在我们隔壁的小明 他读书每一年都考第一的 那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做父母讲的这番话呢 是想说我来鼓励一下我的孩子 让他能够更努力像小明一样 但是呢我们用了一个是负面的鼓励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孩子就有点反感了 那再来呢 北美讲的尊重呢 是一个平等的尊重 但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是 有高低之分的尊重 那意思是说 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会 如果我今天看到是我的老板的话 那我可能这个尊重呢 是有这个高低之分的尊重 那但是北美呢 他是没有错 你是我的老板 但是呢 我可以跟你直接的对话 我不会因为你是我的老板 我就不敢跟你讲一些 我觉得跟你意见不一样的话 那所以这些呢 又是不一样 你想想看 如果这么样的一些 文化的差异 我们的孩子呢 来到这个北美洲 然后碰到这么样的差异的时候呢 如果他们融入了北美的文化的时候 可能回到家里 我们做父母的 就会觉得你这个孩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那但是如果孩子 不融入不去学习的话 他好像在我们的北美的这个社会去 去处事 去工作也好 去读书也好 好像又比较吃亏一点的 所以其实也是 对孩子来讲是一个考验 那另外呢 我们提到到北美升学 我们常常会说 孩子会碰到很多困难 但是其实呢 不单单是孩子会碰到困难 其实我们父母呢 也有我们父母的困扰 那比如说呢 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 这个是一个很粗略 很简单的一个对比 那父母其实也牺牲了很多 父母陪孩子来到这个北美读书 那如果是 我们看到很多呢 可能都是妈妈来到这边陪着孩子 爸爸呢 继续的在国内工作赚钱 那这个时候呢 妈妈可能会失去的 或是牺牲的 就是说我跟先生的关系 虽然说我们还是有通电话 但是那个关系始终呢 是有一种分离的 那对孩子来讲呢 他会有学习的困难 那当然呢 就算我碰过很多孩子呢 他们在国内有学英语的 那但是学的英语 来到这边呢 很多孩子都跟我说 哎 好像不太有用 好像在国内学的英语 跟这边的 好像讲起来 好像都不太一样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说 怎么以前学的 跟来到这边都又不早的 那不单单是英语 有很多东西呢 在这边 孩子都要重新再学 那学习上面呢 其实呢 有很多呢 是跟他们原先在国内学的东西呢 或是学的方法呢 又不一样 那比如说 学数学 我想我们中国学生呢 数学一般都是 比北美的学生来的 来的好一些的 那所以有很多人都说 你们中国学生 一讲到中国学生就讲到 你们数学都比我们好 那但是呢 对中国学生来讲呢 可能是刚刚过来的时候 那个年级的数学 可能是没问题 可以handle 甚至可以比较好 但是当他们再上一班 再上一层的时候呢 慢慢呢 他们觉得就不一样 因为他们教的方式不同 学的方法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的学生 在整个学习上面呢 也碰到很大的困难 当然呢 如果英语 还没有到一个 我们所谓的regular 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有很多科目呢 学校也不让他学 那全部都 都要在ELL的 那个阶段 那也会让我们学生呢 在学习的时候呢 也会碰到很多的挫折 那另外呢 父母的一些牺牲 当然或是说他们的困扰 在管教方面 因为很多父母跟我说 怎么我的孩子 以前在国内不会那样的 为什么来到北米呢 都改变了 好像变得比较 不太想读书 不太喜欢上学 那都有这些 那父母就觉得 我该怎么管 那这个是一个 那另外呢 不单单是管 而且呢 他们影响 父母跟孩子的关系 也会受到影响 那等于孩子也一样啊 孩子在学校里面 其实已经有 很大的压力了 他不单单学习上面 有困难 他在学校里面呢 怎么样跟同学相处呢 怎么样去交朋友呢 那这个对他们来讲 都是一个难题 那待会我们会讲到 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会是 那么样的一个困难 那当然呢 刚刚说到 孩子对于跟妈妈的关系 也会改变 为什么呢 他们突然间会觉得 为什么妈妈那么唠叨 为什么妈妈不断的跟我讲话 为什么妈妈什么都要管 然后开始呢 那个关系就 从好好的关系 就变成很不好的关系 那到最后呢 父母跟孩子呢 两方面呢 都有失去的感觉 那当然父母 有失去的感觉 可能在妈妈来讲 可能他失去了 他本身在国内的 一些工作 也很好的工作 很好的环境 很多的他的亲戚朋友 所有这些失去 就为了孩子来到这里 然后呢 孩子呢 就会觉得 我也有失去啊 我也失去我的朋友啊 我也失去我在国内 读书读得好 成绩不错 来到这里 我的成绩变得很不好 那我也失去了 那我也失去了我本来以为我自己很不错的那种感觉啊 我也失去了这个成就感啊 我也失去很多东西 所以在孩子跟父母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两方面都有他的困难 但是问题是孩子不明白父母的困难 父母有时候呢 也会我们英文叫underestimate 少看了孩子碰到了困难 那因为这些互相不太理解的时候呢 也会构成了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出现了一些困难 一些问题了 好那我们要谈到今天的主题就是 那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陪读的父母呢 其实有几方面的 第一个呢 我们必定要了解我们孩子成长的需要 因为像刚刚说的 今天来的参与的加倍呢 很多都有不同年龄层的孩子 有些小一点 有些可能读小学 有些可能读中学 那我们得要明白 那我们其实孩子在不同年龄成长的过程 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那再来呢 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很好的互相的关系 那最后呢 就是我们个人的调整 那个人调整呢 其实我们讲到我们当父母的 当然我们要调整的是我们本身的情绪 我们本身的明白孩子的能力 我们的认知的方面 那所以这些呢 基本上都是很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好的陪读的父母的话 其实呢就比较容易能够能够让 或是协助到我们的孩子 能够达到刚刚安林提到的 这一类的孩子 或是这些特质 能够上到一些比较优秀的学校 好我们先来讲一讲 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有个心理学家呢 蛮经典的 Erikson 他有一个理论呢 他讲到社会心理的发展 那他把人从小孩子小baby一直到年长 把我们的人生呢 分成了八个不同的这个心理发展的一个阶段 我们来很快的看看 那我想今天呢 我们特别讲的就是前面五个 就是从生命的第一年开始到青年期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都是谈到 怎么样去协助我们的孩子 可以更成功嘛 那我们看看第一个呢 我们讲的是 这个理论是什么呢 或许我跟你们解释一下 这个图表是什么 那当然第一个呢 我们讲的是整栏呢 就是八个阶段 那跟着下来呢 我们有栏叫社会心理危机 那是什么呢 那意思是说 在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 他们其实呢碰到一个危机 那个危机就是说 如果我这个阶段能够成功的话 我就可以达到 比如说第一年 我就可以达到 有自信 有信心 有对人 有信任 但是如果我这个发展 发展的不好 或是不成功的话 我可能呢 不单单是对人没有信任 甚至我会怀疑别人 那这个是这一栏 我们讲到每一个阶段 孩子在成长当中的 碰到的危机 那跟着下来 那个是提到说 那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到底孩子的重要的人际关系 是什么人 在最后一栏呢 就是讲到 OK如果这个阶段 我们发展的很好 很成功的话 会是有什么样的后果 那我们就拿第一个 第一行我们讲的是 生命的第一年 其实生命第一年呢 我们讲的大概就是 小孩从小baby开始呢 到大概18个月左右 一岁半 这个年龄呢 我们说是第一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呢 一般呢 就是我们讲的小baby嘛 那父母其实可以做什么 能够帮助我们的小baby呢 能够达到一个成功的发展 那比如说我们的小baby 一般呢 我们都如果你还记得 你的小孩小的时候呢 小baby最常做的什么 就是哭 那哭呢 基本上他一定有他的需要的 不管他是要吃东西也好 告诉爸爸妈妈 我不舒服啊 我尿尿啦 或是说我想妈妈 或是爸爸抱抱 那这些都是孩子会哭的原因 那如果父母能够去 回应这些他们的需要 跑去抱抱他 或是给他吃 给他换一下尿布等等的 那孩子呢 慢慢的就会成长到 一个我们所谓的成功的 一个后果 那意思是说呢 他会对人开始有信任 那开始对人有信任是对谁啊 当然就是对一般 第一个当然就是 妈妈或是爸爸呢 如果爸爸妈妈不是 来照顾他的那个的话 可能就是他的替代的 替代的比如说阿姨来照顾 那就是对那个人 那那个就是他的重要的人际关系 那如果我们父母能够支持我们的孩子 能够注意我们的孩子的需要的时候呢 那他在这个阶段呢 他就可以有信任 有安全感 那相反呢 如果到这个阶段 他没有办法成功 那意思是说 父母可能是说 不用管他了 他一听到晚都在哭了 我好累啊 就让他哭吧 那如果那样的话 慢慢孩子长大呢 成长到这个过程呢 其实他 没有办法发展到他的信任 反而呢 他会开始 对人对事 会产生害怕 然后觉得 这个世界是不可信的 那所以我们 我们父母呢 对孩子每一个阶段呢 都要很小心 到第二个阶段呢 大概就是一岁半到三岁的左右 这个年龄 那他最重要的是谁啊 最重要的还是父母 那个年龄 还是父母最重要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发展的是什么呢 或是他的危机是什么 就是这个孩子 有没有办法 可以发展到 他能够自动自发去做事情 还是他不行 他还是怀疑 还是害怕 还是害羞 那如果要在这个阶段 父母要协助孩子 在整个成长能够成功的话 那父母可以怎么做呢 那其实呢 父母就可以做的是 让孩子 在某一些小的事情里面呢 让他做决定 试着说 让孩子知道 就是说 妈妈相信你 能够有这个能力 去做这个事情 那当然呢 我们做父母就要小心 在这个岁半到三岁 其实他们的能力范围 大概到哪里去 那比如说 可以让孩子做什么呢 可以让孩子去选择 玩什么样的玩具 可以让孩子去选择 穿什么颜色的袜子 或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像这些呢 就是培养到我们的孩子 他对自己 你看我做这个决定 妈妈都让我做 那他就觉得 我有这个制控的能力 他也觉得 那我做到了 那也代表了 他也可以产生 他的自信 那同样的 如果我们这个不成功 相反 妈妈或是宝宝呢 很保护我们的这个孩子 然后呢 就会觉得 嗯 我给你最好的 我觉得你今天 这个衣服 配这个袜子 然后配这个外套 会比较好 你就一定要听 那像这样的话 孩子就没有这个机会 让他去学习 怎么样去做 某程度上面的决定 然后他就会觉得 嗯 原来我应该是没有这个能力 可以做决定的 这开始 他们就反而呢 就会 就会发展到一个是 我也怀疑 我自己叫到底 能不能做得到 那这个是第二个阶段 那第三个阶段呢 我们是大概讲到是 三岁到五岁的小朋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同样的 我们的重要的人际关系呢 还是围绕在家庭里面的 因为你想想看 三岁到五岁的孩子呢 始终呢 还是待在家里的比较多 所以家庭还是对他们来讲 最主要的人物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基本上的 要发展的 的能力呢 就是说 到底 这个孩子能不能发展到 有这个 比较能够积极的去做事情 比较主动的 还是说 他都没有办法做到 这种 反而是老是觉得 我自己没有用 有罪恶感 那如果父母说 那我怎么样 可以帮我的孩子 去培养这么样的一个 一个主动的能力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父母可以让 大胆的让我们的孩子 去 去探索 像刚刚安妮说的 其实要进 好的学校 其中一个 学校去看的 也是看我们的孩子 的探索的能力 他够不够胆 那所以我们要让孩子 去试着去 试着去探索 不同的东西 那比如说 你带孩子去 去一个公园去玩 孩子说 我想去玩玩 那个东西 然后妈妈说 这个东西 危险 比如说是摇摇板 好了 她说 这个摇摇板危险 不要去 然后孩子说 我也去 想玩这个东西 也想去看看 妈妈说 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是危险 你只要玩 一个好的 这个好的 那这样子的话 孩子就 变得说 他什么都不敢去试 那慢慢长大的时候呢 你要他试 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呢 他也觉得 我没有能力了 我还是不要试了 我觉得 通常我都会失败的 那所以如果父母 能够让孩子去探索 然后在探索当中呢 我们去协助他 去做一些比较 合适的决定 那比如说 去玩这个摇摇板 那你说OK 那你去试试看 当孩子去玩的时候呢 你可以陪着孩子去 然后让孩子知道是说 你知道这个 玩这个摇摇板 有时候我会 不小心就掉下来 我就会怎么样了 那我们就给孩子看 如果玩的怎么样的时候 孩子就很容易掉下来 让孩子真正的 去面对这个东西 去尝试 哦 原来我真的可以掉下来 哇 好可怕哦 那起码呢 他知道摇摇板 是什么一回事 要不然如果我们 不让他去试的时候 一 他不懂得 这个是什么东西 二 他会觉得 哦 原来什么东西都危险的 我还是不要试 三 如果有小朋友 跟他在讲 摇摇板这个 这个玩意的话 他就说 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我不懂 那孩子可能会笑他 或许是 他对 交朋友 又会觉得 嗯 好像别人都懂 都不懂 那好像交朋友上面呢 又出了一些问题了 所以有很多东西 我们父母 在经历底下 我们希望去保护 我们的孩子 但是呢 反而呢 有时候让我们的孩子 更 更迅速于 其他的孩子 那第四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六岁到十一岁的 这个阶段 大概就是小学生了 那这个阶段呢 开始 他们到学校去了 所以他们的重要的人际关系呢 就变成是学校 他的邻居 因为尤其是 在北美呢 上学呢 基本上 如果是公立学校呢 我们都是说 大家都是去个 同一个 catchment area 就同一个区 一个校区 那意思是说呢 他可能跟 邻居的孩子呢 他们都很熟 那所以重要的 一个人际关系 都围绕在 邻居 跟学校当中 那那个时候呢 他们要去 培养的 或是要发展的 这个阶段就是 我怎么样能够 勤劳 怎么样 我可以自己 去自发的 去知道 我要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如果他不成功的话 反而倒过来呢 孩子就会觉得 我 我很 我一样的 我很没用啊 我很自卑啊 那 所以如果我们父母 要去培养 我们的孩子 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自信 那我们父母 记得呢 一个东西要做的 就是我们 当我们要鼓励孩子 称赞我们孩子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只看 孩子做到的成绩 或是他的结果 而是说 我们看到孩子 在当中的努力 就等于 刚刚艾琳说的 一点都没错 讲得很好的 就是说 如果要弹钢琴 我们不要看 他真的去弹了 一个很棒的 一首歌 反而我们是看 他走到 这个桌子 这个努力 他愿意坐在那里 的努力 他愿意花时间 把手放在 一个 一个钢琴上面 的这个 这个努力 所以每一个努力 都是我们要去鼓励的 每一个努力 我们都要去称赞的 但是很多父母 就不一样 很多父母就说 他都 他都没有练习 明明要练30分钟 他5分钟 就走了 所以他们看的是 30分钟 就没有看到 5分钟 现在我们讲的是 孩子是小学生的时候 所以如果我们是在 在看他的努力 然后从中鼓励 那意思说 孩子啊 你能够做到 5分钟 很棒哦 其实我相信 你有能力 可以再继续 妈妈在旁边 陪着你 那这个就是我们鼓励 我们看到是他的努力 我们并不是去骂他 骂孩子 是说 你看明明说好30分钟的 你做5分钟 那算什么 那所以 全部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要鼓励 要去称赞他的时候呢 其实当中呢 孩子就慢慢觉得 其实对啊 妈妈说的错 没错啊 我是有能力 去做到这个事情的 然后同样的 他们开始 他的自信就回来了 那要不然呢 妈妈如果是倒过来 是骂他的话 那他就开始觉得 对啊 我什么都做不了的啦 我的能力也不好啊 就开始觉得 我都是比别人差 那这么样 就会影响到的社交能力 因为他跟别的孩子 来相比的时候 他会觉得 我什么都不行 什么都不好 那他怎么样去交到好朋友呢 那最后一个呢 其实是中间那个 不是我今天 重点要谈的 最后一个是青年期 那意思说 12到18岁的时候 那这个 根据我们心理学家来讲呢 这个时期 是最重要的 一个发展的时期 因为这个时期的发展呢 就会奠定这个孩子呢 他以后未来 怎么样去做一个人 他要选择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那在这个时期呢 他的人际关系呢 主要都是以同学为主的 那整个心理的危机 就在于说 他的自我认同 他有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 他觉得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到底想怎么样 我的生 我的生命 我想怎么过 我的生活 我想怎么过 那如果不成功的话 他反而带来是 他整个人的困扰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想怎么样 你问我 我喜欢什么 我不知道啊 你爱吃什么 我都不知道啊 你觉得你以后 读书 你想读什么样的学校 无所谓啊 所以其实我发现 现在我们有很多青少年 都有这么样的一个倾向 你问他什么 他都不知道 无所谓啦 随便啦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孩子是一个挣扎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个时期 你看12到18岁 也是我们常常说的一个反叛期 那这个反叛期呢 孩子刚好 他的成长当中呢 他的能力好像 好像有一些 他的体格呢 又开始长大了嘛 那他的体格上面 好像又有一点像大人的体格 但是呢 如果你问他 够不够成熟啊 好像又不太够成熟 又不能真的 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 你这么看 他也没有办法 这么成熟的去处理事情 但是呢 他们的心态就是 我慢慢长大 我就是好像大人一样啊 那他会去 想去做很多不同的东西 他想去做不同的决定 就等于他小的时候 两三岁的时候 他想去做不同的决定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其实最需要 父母的帮助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鼓励 父母的称赞 那很多父母说 我不是不想去称赞他 但是问题是 我都不知道 有什么东西可以称赞他 我又觉得他没有努力读书 我就觉得他不太认真做人 那我都不知道称赞人家什么 那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称赞他的 不单单是结果 我们称赞他的 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努力 是他愿意踏出的一步 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孩子呢 就会去发展到 他们的所谓的独立的能力 失控的能力 然后最重要一点的就是 我们最希望他能做到 是找到他 他自己是谁 那我们常常说 在这个阶段呢 他不断的去问 我是谁 我是谁 就是这里了 因为我是谁 他不是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他不是不知道 他身在哪里 但是呢 他不知道 我到底想怎么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担心 当孩子不知道 想怎么样的时候呢 你猜猜看 这个孩子怎么样 可以做到 像刚刚艾令说的 所有的这些条件 然后去考一个好的大学 对不对 那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我刚刚说的 那前面五个发展的阶段呢 其实是互相都紧扣着 每一个阶段都会影响到 下一个阶段 那所以我们一定就要 很小心的每一个阶段呢 都要协助我们孩子 能够达成 整个发展的结果 那有父母就问我了 他说糟糕了 那怎么办呢 我好像他小时候 没有做到这一点了 我好像太保护他了 我都没有让他去选择 我都没有让他去探索 那怎么办 那是不是 那我孩子是不是 没办法了 没救了 那我很多时候呢 我都跟很多父母去说 那我说 基本上呢 不是说没有办法 我们要做还是可以做 但是呢 我们需要的是时间 因为很多时候呢 当孩子没有办法发展 这些不同的一些特质的时候呢 那我们要重新就洗住他 但是你要想想看 如果孩子已经开始 怀疑他自己的能力 觉得我都不能做到这些东西 我也不敢去尝试新的东西 那我们很难叫孩子说 一下子你去全部改变 那孩子要的东西 他以前小的时候 他没有感受过 没有感受到父母对他的信任 没有感受到父母对他的接纳 没有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称赞 那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时间去重新把孩子呢 去调 不是调教 而是说去重新帮助他发展这些特质 那在这个时候呢 变成父母也要努力 孩子也得要努力 所以整个过程呢 当然不是说没有办法 而是说我们需要的时间 需要的努力 可能要加倍 所以如果是我们能够 在孩子小的时候 可以先开始去 去协助孩子 去鼓励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 当然就比到后期呢 来得重新再做呢 来得好 来得方便一点 或是说快一点 那再来呢 是怎么样建立好的 这个关系 那简单来讲呢 我们常常就说沟通 那沟通 其实很多人沟通 沟通是讲话嘛 那但是其实最重要 不是你讲 而是说你去听 听是最重要的 那我不会一个一个来讲 我想一个很快的 去提一提 什么怎么样去听 那听其实最重要是 我们不要常常去 很快的去把 我们想讲的话 全部讲完 反而呢 我们去学 是怎么去听 别人讲的话 因为我们人呢 很习惯就是 我讲的比听的多 我想你听 我想你知道 我想你明白 但是呢 常常讲完以后呢 可能你就没有时间 去听别人讲了 你说啊 我讲完了 你赶快我可能 我没时间讲听了 那所以呢 没有听对方的感觉 就是你不觉得我重要 所以连听也不听我的 那所以这个聆听是很重要 那如果我们听完 我们要讲话的话 父母记得 我们要讲话 要讲的 我们要给出去的讯息呢 要很简单 很清楚 很明白 很明了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父母 有一点点 想说 我该怎么样 跟这个孩子讲呢 然后他会 绕了很多圈 绕了很多圈以后呢 孩子都不知道 你想说什么 那到头来呢 你以为你讲完了 但是孩子一点都不懂 都不明白 那所以我们讲出去的时候呢 也得要简单清楚 再来呢 就是当我们要去 记得我们有什么事情 要跟孩子去谈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很坦白的 去告诉孩子 我们不要 不要想说 因为我碰到很多父母呢 他们都想说 我有很多东西 都要想一个方法 然后呢 借一个原因呢 来告诉孩子 让他不要做某些事情 但是呢 就没有直接坦白的 跟孩子说 我觉得你做这个事情呢 可能影响到你什么 什么什么 那这个时候 孩子就会觉得 你到底想我做A 还是想我做B 因为我不知道 你绕一大圈 然后又不直接跟我说 然后到底你要什么 反而孩子呢 就开始很模糊了 就觉得 我真的不知道 你有没有听我说 我听你讲 你也讲不通 我讲你也不听 那到最后呢 反而是 大家这个沟通 是没有沟通 是没办法沟通 另外呢 有一些重点 也想跟你们分享的 有一个很重要 是我们叫积极的 去聆听 什么叫积极的聆听 Active Listening Active Listening 比我们光听 是加倍的 Active Listening的意思呢 是说 当你听的时候 你是有回应的 不是说只听 但是这个回应呢 不是说 要去数算 孩子讲的 哪一些东西不对 而是说 当你去听 孩子讲的时候呢 我们去 可以去问孩子一些 我们不明白的一些问题 而不是说 你讲的东西 你都 都 都否定了他们 所以我们说的 这个是Active Listening 是比较积极一点 不是光坐在那边 听完就算的 那再来呢 就是 我们在听的时候 我们要采取一个 Open Minded 意思是说 我们思想要 有一点点开放一点 不要死脑筋 只想说 这个是对 这个不对 因为现在 怎么说呢 我们跟孩子 还是有不同的 还是在不同的 一个Generation里面 我们的所谓的 可能会有代沟 那所以孩子 他们看的东西呢 跟我们看的东西 可能不一样 他们可能会 有他们的 想法 然后他来跟我们讲 所以我们要Open Minded 去听听看他们的 那当然了 像我们刚刚说 像我刚刚说的 真诚的对话 我们要尊重孩子 同理心 那尊重孩子的 意思呢 其实跟刚刚一样 说的就是说 孩子讲的东西 我们不要 一下子去否定 我们尊重孩子的看法 但是尊重他的看法 不代表我认同他的看法 或是说不代表 我赞成他的 他的说法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尊重呢 其实要 有一点点 要了解清楚的 所以尊重不代表 你认为他对 但是尊重 意思是说 我们也要 用心 去聆听 他说的话 我们去 发问问题 我们帮助孩子 去思考 另外一个很重要 无条件的接纳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 有一些青少年 都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妈妈 如果我做这个呢 妈妈才会怎么 怎么做 如果我愿意 配合妈妈的话 妈妈才给我 看电视 如果我做这个 妈妈才给我 去看电影 那所以所有东西 都是有条件的 但是当孩子 长大了以后呢 他会觉得 这个不是讲条件 这个不是说 你去 掌励他 那个不是奖励 对他来说 这个变成 也是个威胁 当他变成 一个威胁的时候呢 孩子就会觉得 我为什么 要被你威胁我 那到最后 什么 整个关系都崩溃了 那再来呢 父母很重要 也是 不要先做假设 当我们不太清楚的时候呢 我们宁愿去 去询问 我们不要自己 就做了一个角色 因为这样呢 孩子会觉得很冤枉 另外呢 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听的时候呢 沟通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 如果孩子跟你说话 我们不要只是 听孩子讲的一番话 就去抓他的一些重点 来批评他 因为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真正用心去听 我们孩子要跟我们讲的话 我们只是用心去抓孩子 讲的不对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呢 已经没有尊重 没有沟通 没有聆听 到最后是没有关系了 再下来呢 很快了 我也不一个一个讲了 再来呢 父母 我想提醒父母一下呢 就是 常常学会用我的语言 什么叫我的语言呢 很多父母就会跟我说 这个孩子呢 今天呢 都不帮我去洗碗了 让我 让我气得要死 然后就会 有时候跟孩子说 你知道吗 你不帮我洗碗了 你气死我了 因为你不帮我洗碗 那 这么样的话 孩子就会觉得 啊 你就怪在我头上 又是我的错 什么东西都是我的错 但是如果 我们转换了一个 我的语言的话 那你 我们父母 就可以跟孩子说 你帮不 你不帮忙 我洗碗呢 我觉得呢 我好累 我觉得呢 我觉得 我有一点点 好像 没有被你 尊重 或是我觉得呢 我的孩子 好像不太 不太 疼妈妈的 所以 转用 就变成 你没有说 把整个过程 去怪孩子 反而是说 啊 因为 这么样 所以呢 我会觉得 这么样 这么样 那 最后的 一个部分呢 是讲到 啊 对孩子 不条件的接纳 我刚刚提过了 啊 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呢 记得要花时间 跟孩子谈话 啊 要听他讲 千万千万呢 最重要 不要说 在不适当的时候 抓着孩子讲话 尤其当孩子 在 啊 看电视 或是在 啊 用电脑的时候 啊 这个是 很多孩子都 蛮反感的 啊 那最后呢 提到说 我们自己 个人的调整呢 啊 情绪方面 因为我们父母 情绪 如果没有调整好的 很容易就影响到 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沟通 影响到我们 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那所以在整个情绪方面呢 我们不单单要认识我们的自己的情绪 也要学会怎么样去放松 放松我们自己 那同样的在认识方面呢 我们也要保持比较正向的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越负面的 看事情 比较负面 什么东西都不合我们意 什么事情都不对 那孩子呢 也会觉得 哎 好像我做什么东西呢 都不对了 那啊 这些呢 我想啊 也是给 给大家呢 一个 一个 summary 那最重要有一点呢 很多人都 都会 我都想提醒 很多父母的 因为很多父母 我碰到呢 就是不单单 让孩子去学 很多东西 补习班啊 兴趣班啊 一大堆东西 但是忘了给孩子去 参加一些 一些青少年的小组 因为这个东西呢 反而就是帮助孩子 在心理方面呢 有一个比较 正面的一个成长 那像刚刚艾琳说的 所有的 你要进学校 好的学校 其实这些方面 不管是学习 信任啦 社交啦 我们人生意义啊 我们动力啊 全部都是帮助我们进入一个 好的学校的部分 所以很多父母忘了 我们忘了给孩子 去学习这一部分 那同样的 父母也忘了自己 他们把全部的精神 都放在我们孩子身上了 有时候 当我们全部的精神 放在孩子身上的话 反而让孩子 有很大的压力 那孩子呢 也会觉得很反感的 那倒不如呢 我会建议 我们的父母呢 能够去参加 其他的父母的小组啊 或是不同的讲座啦 给自己有一些 自己的空间 让孩子有一些 他的空间 反而这么样呢 能够保持你们两个 之间的关系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父母 怎么样处理问题呢 我们 一个modeling 一个身教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怎么 怎么样的 做出反应 孩子全部看在眼里 那所以我们怎么做 他们怎么做 到最后你在骂孩子的时候呢 可能孩子回过头来 跟你说 我都是跟你的 我看你都是这么样 我就这么样了 那所以我们必定要 非常非常小心 那像我今天讲的很多东西呢 好像父母都好累哦 会觉得 啊 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是我 我们父母要去做的 那没有错 啊 你说的没错 啊 父母确实是比较累 因为我跟很多父母 都这么说 我说 你知道吗 啊 父母疼孩子 肯定是比孩子疼父母的多 所以呢 就算多累 很多父母都愿意 为了孩子去付出 去去牺牲 那这个是 呃 真的是一个事实 那最后呢 呃 我想让你们去思考一下 就是 呃 我们希望 我们培养的孩子呢 是一个 呃 很有规矩 呃 很守规矩 很跟从不同的 一个指令 去做事的一个孩子 还是我们希望 培养一个孩子 是一个智慧型的孩子 那什么叫智慧型的孩子 智慧型的孩子是 一个孩子呢 他是有能力去分析 有能力去 有这个批判的能力 有这个呃 呃 愿意去跟别人去沟通的能力 有跟 有愿意去 甚至去呃 跟别人去debate的能力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孩子呢 才有办法真正的去做一个独立 真正呃 自我呃 自自我控制 呃 知道我自己想想怎么样 我是谁 我的生活 我要怎么做 那我们做父母的 其实我们希望我的孩子 是做什么样的一个孩子 啊 谢谢各位 那我将时间交回小马老师了 好 呃 非常感谢Mary的精彩的讲解啊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觉得我也在问自己 我们在期望孩子成为一个优秀孩子的同时 作为父母 我们自己够不够优秀 我想今天呢 听了两位嘉宾的这个演讲之后 大家也都要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无论是心理问题 还是说亲子关系的问题 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点 但如果处理不当呢 就会对孩子的成长 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接下来的对话环节呢 就这些具体的问题 我们就请两位嘉宾 来和大家做一个深度的交流 Elean 把你的话筒也打开 我打开了 嗯 好 那我想呢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刚才呢 也都谈到了这个父母的焦虑问题 那其实焦虑也是情绪中的一种 尤其是作为 呃 在孩子的教育过程中 父母更容易呈现这种焦虑的情绪 那在孩子的学业过程中 父母的情绪对孩子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两位嘉宾可不可以就这个话题 做一些分享 Elean 你先说吧 OK好 那呃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问题 呃 因为呢 像我刚刚说 呃 我们的父母呢 身教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呃 我们父母在情绪方面 没有没有办法 呃 去处理到自己的话 其实很容易呢 就发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那其实孩子也很聪明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很聪明 他们都很 很能够感受到 我们父母到底现在 生气呢 还是开心呢 还是怎么样 那这个给他们就是一个压力 因为孩子常常会想 是不是我让我们的父母怎么样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今天啊 这么生气 那但是我要跟父母提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啊 记得其实情绪呢 我常说情绪是没有对与错的 情绪都是我们啊 经过某一些事情而表达出来的一个感觉 这这个是一个情绪 所以没有对与错 那但是呢 什么东西要对与错 就是行为 那如果今天啊 我是生气的话 那我生气 因为有某一些东西让我很生气 我生气那是很自然的东西 但是呢 如果我说啊 因为我生气 所以呢 我对孩子 非常松 啊 我今天骂孩子 骂得 骂得很厉害 那这个呢 就变成是一个行为 可能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我反而呢 我自己跑出去啊 去做一些运动 然后把这个生气发泄出来 那可能呢 就是一个好的行为 所以 所以 我想提醒很多父母就是 啊 当你有情绪的话 到底用什么方法去处理 让孩子 会受到你的这个影响 而产生很大的压力 而他们没有办法 去处理他们自己的 问题 我 Mary 讲得非常好啊 我这个 这个 我觉得我 听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想到了一个作家 龙印台 我也是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 其实我每次 因为我现在我觉得 我已经走过很多年的这个经历 我每次跟我的家长说 不管这个小朋友是很小的家长 还是很青春期的家长 我说 其实你知道父母最大的修行是什么吗 就是忍住 不发脾气 我说这件事情上 我 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 永恒的要求 你刚才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想到了我看的 最初我在成长过程中 我看了一本小说 龙印台的孩子 你慢慢来 所以这本书给我了全新的一个对 如何去看到孩子的情绪 如何去控制我自己情绪的很多启发 就是很多时候 当我们的情绪 自己的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 就我们一定要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的孩子 他肯定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情绪平和稳定的父母 他不希望这个每天听到父母在家里大吵大闹 他不希望父母 不管为了他还是为了别的事情 在他们面前进行争吵 那当然当他自己犯错的时候 当他自己做的不好 他焦虑的时候 他也这个不希望我们的情绪 这个出现和他一样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一直跟我们所有的家长说 我说这些年 我和你们说的时候 就是很有道理 但是当我自己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都告诉自己 忍住 不要发脾气 不要把我的嗓门提高 我真的忍不了了 我转身去院子里走一圈 我过会儿再来想这个事情 那时候我可能自己也就平序了 所以这就是我对自己做母亲的一个要求 就是说任何情况 不管孩子犯再大的错误 我们给大家一些空间 给大家一些时间 去处理我们的情绪问题 所以我觉得 其实学校里没有这门课 学校里没有说 我觉得中国没有 加拿大可能也没有说 你怎样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门课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父母是孩子的情绪导师 很多时候成年之后 我们会发现 这个小孩脾气不好 其实背后的我会跟家长说 你有没有发现像足了像发脾气时候的你 家长说 嗯 这倒也有道理 是吧 所以对于我来讲 第一个 我忍住我的脾气 我控制我的情绪 第二个 就是说当孩子发生一些情绪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教会他如何去调节 这个有两方面 有一些特别爷爷奶奶背的 一看到小朋友哭了 哎呦宝贝你不要哭啊 哎呦奶奶给你买了 不要理爸爸妈妈或者怎么样啊 所以我们这是三代同堂的 四世同堂的另外一些故事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法也是不对的 当小孩出现情绪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给他安静的时间 而不是说去任由的讨好他 用一些妥协来解决他的情绪问题 那我会说 哎你哭一会儿 哭完了我们来聊一聊 你为什么哭 我为什么生气 别人为什么对你的表现不满意 你能不能为别人想一想 所以这一个就是我自己在做父母的一些心得 可能上升不到专业的心理心理角度的答案 但是却是我的一些分享 我想加一个东西呢 跟艾林讲得很好呢 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协助我们的孩子在情绪方面的 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去协助我们的孩子们 去把那个情绪 我们叫name the emotion name the feeling 那我们把这个情绪呢 去把它说出来 那个是什么样的情绪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 其实你现在这么发脾气 你到底是 你是沮丧呢 还是你是生气呢 还是你觉得 有很多东西不合你意 你觉得有一点 好像无助呢 那这个时候呢 反而是我们借一个机会来教导我们的孩子 其实你知道吗 其实你不是生气啊 你不过只是说有一点点的挫败而已 那所以这么样呢 你可以帮助孩子在情绪方面能够疏导一点的 小王老师 好 谢谢两位嘉宾 那刚才呢 在观众席中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孩子将得到父母的认可 作为自己学习生活非常重要的动力 那就会在无形中让孩子形成 讨好型的人格吗 那怎么样去平衡父母对孩子的鼓励和支持 以及父母的期望对孩子的压力 这个问题很好啊 对 这个问题真的很好 其实这个父母 我觉得这个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平衡 这个是事实 如果我们太过放纵我们的孩子 当然也不好 但是如果不让孩子有一个范围 让他能够去探索的话 那孩子也没有办法去发展到 能够有这个主动的能力 或是自制的能力 那所以当我们去找这个平衡的时候呢 我们最重要看的是安全 到底你有没有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底下 让他去探索 等于说如果你家有一个小baby 你让他去探索的时候 你可能都会有一个框框给他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到处爬行都没关系 你去捡到地上的东西来咬都没关系 因为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控制了他的这个安全性 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但是如果说是超过这个范围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就不能让他探索的太厉害了 就等于说如果今天你家有个青少年的话 那你可能可以让他去探索一下 就是我想去看看 这个人家说这个website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可能你说OK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也不懂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起去探索 但是如果孩子说 现在大麻是合法化的 不如我们试试看呢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父母就要画这好线的 就是OK 这个东西呢我就有保留了 我相信我是担心这个健康的东西 那孩子当然就会跟你问 就是说为什么你看政府都说OK 那为什么妈妈说不OK 那我们就要 我们要做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要让我们自己能够明白 有关这个话题的一些事实 比如说大麻为什么不好 怎么样影响我们的身体 怎么影响我们的血液 等等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跟孩子去谈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拿出一个平衡 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去探索 什么东西呢 在安全的情况底下 如果不安全 我们还是要做父母的 还是要有一个责任呢 去协助他去有一个 适当的探索的一个范围的 我是这样想啊 我觉得家长提出了一个讨好型人格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 Mari你更专业啊 关于讨好型人格的一些特点 我想我是在想这个 我们对孩子进行认可的时候 和这是一种鼓励 就是当学生完成 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初衷 就是学生达到的 这个孩子达到的这个目标 是我们家长去设的 还是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自己去设的 那如果学生能够对自己的 这个进行一些的规划 进行一些的要求 既要他达到的时候 我们的这种认可 是一种肯定 那么我相信这个是不会 铸造成一个讨好性的人格的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说如果每一个目标 都是我家长设的 那么他只是为了我 而去做这件事情 为了让我开心 为了让我觉得他很能干 他去做所有让我满意的事情 那么这样的时候 可能是会造成讨好性的 所以我是建议在初期 就是我经常跟家长说 我们要聆听孩子的声音 我们设定任何一个 可执行的目标的时候 是孩子和我共同的决定 我们要去考学校里考试 我要学校学生知道 我要让我的小孩知道 为什么今天我要去参加这项活动 参加这项活动 对于我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我自身的成长是什么 而不是说 因为我妈妈今天要你考大学 因为我妈妈今天要95分的平均分 因为我妈妈要你有下体育特长 所以他就去做这一些 因为妈妈在教我做 很多小孩在我们办公室来咨询的时候 我每问一个问题 他先转头看妈妈 第二个问题还是转头 有些家长我问孩子问题 孩子还没起身 家长出身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我想到能做的就是在初期就让你的小孩完全的去掌握 长期的去参与一个做决定 做选择的过程 那么知道这一个是他自己需要去完成的 自己去需要这个努力的 那当他成功的时候 我们就进行对他的进行一个鼓励 那这种正向的鼓励是会激发他的之后的再设一个更好的目标 去完成他最后的自我实现 从而从我外界的肯定和鼓励 变成自我的认知和自我的鼓励和自信心的培养 那那时候他就觉得 我很independent 我非常厉害 我很棒 I'm the one of the best guy in the world 所以这一个我觉得讨好型人格 他有很多之前的原因 有中途的原因和最后形成的原因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非常感谢 所以呢就是要把原因找到了 所以我说最初就是本身所有的目标设定 都应该是以学生为主 以孩子为主 要聆听他们的想法 就Mary刚才说的 我们去听一听孩子 听听他的想法 before we make a goal before we make a decision and in a certain boundary 有一个方块里面 让孩子自由的去施展他的才能 只要他不踩我的这个框框 让小孩在这个框框里自由的去翱翔 而不是说每一件小事我都帮你定了 今天你这个考试就是95分 对吧 明天你做这件事情 你就要进两个球 No 对 让孩子自己为自己去规划 对 所以他不觉得这是讨好家长 这是我自己要的 这是我自己为自己更幸福 为自己能够为别人去做一些事情 为社会去做一些事情 我自我有成就感 不是为了讨好别人 刚才说了很多方法呢 其实我相信家长们也都知道 比如说或者看书 或者听一些讲座 也都掌握了 但是呢 具体在实施过程中 就因人而异 有些人可以做得非常好 有些人就做不到 为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刚才 其实也提到了一个 关于情商的问题 那我想的不仅仅是家长的情商 孩子的情商其实也非常重要 我想问两位一个问题 既然情商这么重要 已经上升到未来的这个核心竞争力了 那么应该怎样的去培养和发展 孩子的情商呢 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什么是情商 就是我觉得很多的专家 很多的书 有很多的阐述 与我来说情商是一种能力 是一种学习课本上的知识 学习技能性知识之外的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与我来说 从我自己的理解是两大块 第一个 我对自己的认知 我一直跟学生说 每一个人需要先爱自己 才能爱别人 先了解自己 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自己是怎样面对自己的快乐 自己怎么调解自己的不快乐 就我看到我女儿有时候 她让我买一个小小的一个八爪鱼 我开始还不懂 我说这是啥呀 她说 Mommy Today I'm happy 然后就把那个八爪鱼 翻一个很笑笑的脸给我 然后有一天她今天情绪不好 她就把那个八爪鱼给我翻过来 说 Mom Today I'm sad 就是我觉得就是孩子有一个了解自己的能力 那其实 然后我儿子在背上大四岁看到了 Mom I wanted to 就是小孩慢慢慢慢成长过程中 他会了解到自己的情绪 他会了解到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怎么样去表达自己 所以我觉得情商的第一个是爱自己 所有的家长都要教会你孩子爱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培养孩子的情商的第二点 就是去想别人 我们通常所说的Empathy 同理心 我们所讲的Empathy 共情 小孩和小孩经常会吵架 然后很多家长 小孩也会犯错误 我们举个例子 一个小孩子在外面 因为踢足球时候的不愉快 跟别的小朋友发生了冲突 回家来了 他说 今天我打架了 老师也跟你说了 I'm not happy 这时候正常的家长就会问 那你把具体的事情跟我讲一讲 你们究竟是怎么不愉快了 对吧 你们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 或怎么样 然后说 你不可以打架 但是通常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希望我的孩子 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 我也会问这些问题 我说What happened Why it happened 然后问他 你能不能站在对方那个小朋友去想一想 他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上 会做那个举动 对吧 我分享一个很隐私的一个事情 就在今年年初 我儿子在学校里 跟小孩一个打篮球的过程中 发生了冲突 他很高 他一米九的个子 谁都不是他 他八年纪 一米九的个子 篮球场上谁都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那些很弱小的小男孩 跟他一碰 他一个大中风就把人家碰倒了 然后呢 他一个小男孩 在打球的过程中 去push他的body 去摸他 弄他 想要试图来抢到这只球 所以他就火了 他就推了那个男孩一把 然后学校的这个年级组长 当天就导到了我 我跟我儿子聊天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要去弄你 因为他想得到那个球 你有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上 我说那是一个 recess的time 是个自由玩的time 你作为学校的一个主力队员 你能不能知道sharing 让别人也有机会摸到那只球 我说你这么大的个子 把一个球抱在手里 那别的小朋友是不是很suffer呢 他拿不到球 他玩不到 这个休息时间就中午又晚晚 我说你有没有为人家想想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教育 教育的一种理念 我觉得要培养孩子的同理心 和共情 就是要去理解别人的感受 要去想我能够想到别人需要什么 别人有什么样的情感需求 我有没有伤害到别人的情绪 所以我觉得情商与我是爱自己 也要爱别人 谢谢 最后呢我想补充 对很快的补充一点点的 就是我觉得艾琳讲的很好 这个真的是所谓的情商的一个定义 真的是没有错的 那但是呢我想在提醒父母呢 在教育我们孩子的同时 记得我们自己永远都是孩子的一个模范 那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自己的情绪 怎么样去抒发我们自己的情绪 怎么样了解别人的情绪 甚至是处理人际关系之间互相的情绪 那这些都是我们教的孩子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 所以其实我跟Mary其实我们其实共事很多年 所以我们也希望以后今后有机会 有更多的机会我们会做这些讲座 会做这些workshop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温哥华有更多的家长 更多的同行能够加入我们共同的探讨和学习 谢谢 教育呢是个永恒的话题 在维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或者是当下 或者是未来关于孩子成长的话题 那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所收获和启发 我们也希望你和我都能够成为合格 甚至是优秀的父母 都能够有其乐融融的亲子关系 也都能够很好的规划自己的人生 我们为教育而来 愿未来我们满载而归 下周同一时间 未来教育大会特别节目 世界两大名校华人教育界的翘楚高峰对话 他们就是UBC林学院的副院长王光玉 和SFU商学院的系主任赵斌 精彩在持续 不要错过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谢谢各位的聆听 新年快乐 再见